翻湯 圍寺 作詞 文化 作詞 文化 我第一來 給你一個祝賀 這裡有大山和大海 神之島是一個跨域合作的 就是一個藝術家的平台 其實深之島的概念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身體 都是一座物與倫比的島嶼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像一座島嶼一樣 它有我們屬於自己的生態系 屬於自己的生命過程 屬於自己的靈魂劇本 每一個人都是物與倫比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很獨特的 而且都是很豐盛的 因為台東我覺得這個大自然 真的就是一座劇場 它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素材 然後太多太多的靈感 然後太多太多的你知道 讓我們可以去想像跟連結的東西 有感受到那個自然的環境 它已經富於你那樣子的 語言跟氣氛了 那身體或者是劇場或故事 音樂在裡面就等於是一個 在跟這個環境對話 跟加成的一個元素 我常常會在台東做演出的時候 感覺到那個合一 就是自己跟天跟地 跟整個環境融合在一起 你不用特別去展現你自己 你只需要很真實的存在 整個環境天地自然 然後它就會一起幫你 就是完成那一刻的那個永恆 對 是八年前移居到台東 對 那其實移居到台東的過程 我其實都在育兒 育兒也重新地跟著我的孩子 再重新長大一次 那也因為在這個大自然裡面生活 對 也讓我重新地回到生活這兩次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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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藝術家媽媽 我們就聚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一些課程 或是一些小活動 然後我們就陪伴小朋友 一起在他們課後 或者是他們放假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進行這個活動 對 就有種植啊 有植物染 或者是有植物的走毒這樣子 對於小孩子的創作是 就是從他們的身上 我們能夠傾聽 然後他們也可以 用他們最真實的方式去分享 對 那我覺得劇場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大地劇場 它大自然從來不會修飾什麼 它就是很自然 很很誠實 然後很真誠地在那裡 那我覺得小朋友其實也是一樣 每一次跟他們在排練 或上課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個 很真實的那種 那種 人生命的能量 跟力量 跟不一樣的狀態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很難得的 然後我們就希望可以 今年跟小朋友一起做一個 共同創作一個這樣子的作品 我覺得深知到 下一個階段的更大的任務是 不論是透過展演 或者是透過教育的推廣 或透過任何形式的推廣 我希望可以把 身體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帶給更多人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有機會 跟有那個信心 勇氣 進入到 跟自己身體探索的一個狀態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我們要很誠實地面對我們身體 內外的這一座島嶼 之後我們就可以成為 這個外在世界的 你知道那一座島 對 然後是可以很安然自在的 和學生健康的變化 那一座島嶼 原 Soc spoiler 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西階地球 那一座島嶼 四星之省 是 感谢观看